這個雞爪 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阿蕙,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做紅燒雞爪 早上買了雞爪,首先做個梅甲 处理好的鸡爪加入清水 多清洗两边 洗洗好之后呢 捞出沥水备用 洗净的鸡爪改刀切小 这样煮出来一会儿更入味 切好的鸡爪中再多加一些清水 再次淘洗干净 多洗几遍 洗干净之后呢放在一盘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接着我们开始烹饪 加入鸡爪 记住这一步鸡爪是冷水下锅 加拍扁的姜块 适量的料酒去腥 开火给它煮个五分钟 鸡爪焯水的时候呢 把浮沫撇掉 一会儿方便清洗 好了时间大了关火 把鸡爪捞出来 投入凉水中 再给它清洗一下 洗好之后沥水捞出 再来准备一碗综合酱汁 碗中加入一块南乳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生抽四勺 最后加一点环豆酱提鲜 这样来配的话 你盐和鸡精都不用加了 然后把酱料搅拌至化开 南乳一定要把它压碎 不然煮好之后还是一整块的 拌匀后放到一盘备用 朋友们在烹饪之前呢 我们要准备以上香料 桂皮一小块 花椒适量 一个草果 冰糖一大块 一个葱结 香叶两片 八角一个 小茴香一小撮 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烹饪啦 对了朋友们 开始烧之前呢 记得烧一大壶开水 过热之后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加入适量的白砂糖 用中小火来炒个弹色 时间要不停地搅拌它 让它受热均匀 你看它开始烈密集的泡泡 准备好鸡爪 泡泡变小之后倒入鸡爪 这个中间的速度要非常的快 不然你的弹色又有可能会熬老掉 这样给鸡爪蒜色一会煮出来就特别漂亮 鸡爪蒜色之后呢 加入酱料 酱料煮开熬出酱香味之后 加入准备好的酱料冰糖和冲结 最后加入提前准备好的开水 没过鸡爪 朋友们鸡爪煮开之后呢 后盖焖煮30分钟 朋友们你看看这鸡爪颜色散得太绝了 红亮红亮的特别好看 朋友们鸡爪煮好之后挑出来装盘 本着剩下的酱汁啊 千万别倒了 大火收一下酱汁啊 把这些料头全部调掉 然后把这个酱汁淋在这个鸡爪上面 太香了朋友们 满屋子飘香 多下来的汤汁呀 也不要浪费了 用来下个面条 贼辣辣香朋友们 最后再撒上一小葱花 点缀一下 就可以开吃了 实在是太香太香了 煮好之后满屋子飘香 朋友们你看这色泽 朋友们你看这鸡爪真的是绝了 真的是贼辣辣好吃 非常非常的香 嗯 非常的软烂入味 特别特别的好吃 你看这鸡爪 特别特别的香 喜欢的话一定要去试作看看 朋友们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阿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